接下来是青少年女子100米制造赛的决赛 辽大连队东北电力大学江汉大学辽城大学 佛山实验中学和北华大学 还是东北电力辽城大学 这是比较热门的队伍 看一看辽大连队怎么样 辽大连队在上站的表现不是特别的出色 主要是上一站他只参加了职业组的比赛 这一站他也有来参加加上青少年组的比赛 不知道一支队伍分成了两条船之后 这个实力怎么样目前 这也是为他们参加全运会的比赛 做一个前期的准备 也就是说全运会有22人龙有12人龙 那么他们把这些人数分成参加12人龙和22人龙的比赛的话 他有利于自己队伍锻炼 在这组比赛里面可能三组鼎立 上一站的比赛辽大获得两枚金牌 100米的200米的金牌 那么辽大师是东北电力大师取得 所以说在今天100米的比赛上看看 辽大师还会发挥自己的优势 这道北华大学 那分钟准备 现在开始请勤务 最后稳坐 二个小后 一个小后 二个小后 三个小后 二个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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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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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小后 四个小后 五个小后 三个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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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周期就比较出色 看一下 滑行过程当中 东北电力大学这边的整个奖下的幅度还是非常好 营将手领着整个奖丢得很远 辽大这边的整个奖下 频率节奏也都比较快 最后的冲刺 又是几乎是其后不进 东北电力大学 这次比较也非常 这个 辽生大学 东北电力大学这一战确实一般的表现还是非常好 就刚刚我们说了 东北电力大学上战的比赛的话 只取得500米的第一 那么在刚才的100米的比赛里面 他们也是 赞赠了辽大 这个强大的对手 在100米比赛里面 第一个过程点 那么 东东进行的是京少迷女子12人 跟100米直到三的职赛 接下来的是京少迷男子12人 跟100米直到三的职赛 来看一下刚刚结束的京少迷女子100米直到三的职赛 第一名 东北电力大学23秒808 第二名 辽生大学23秒961 第三名 北华大学25秒 我们的三个比赛 第一名 我从来来的 一顿 一顿 被试图了 这个灰� 辽生大学23秒 无厌 对 微博 您有点 我 感谢观看